底下一个问题是 法布施当中有内财布施 那么内财布施中有法布施 有 这个布施都有连带关系 内财布施里面怎么会没有法布施呢 我天天在这里讲经 讲经用身体是内财 跟大家讲那个道理不就是法布施吗 法布施里面有内财布施 你比如说我们征送大藏经 送佛法 我把他送到家 我辛辛苦苦上去 这是我的内财布施 那布施的是经典 是这些善书 所以通通都有连带关系 你只要发行布施 这个法布施里面的时候 还有五位布施 因为经教你学了之后 看智慧 智慧开了之后 你就会远离一切恐怖颠倒妄想 那就属于五如实 只有什么 用外财 我用钱财去做一点好事 甚至于自己根本就不参与 送一点钱去做好事 自己还是吃和玩乐 那这个功德就很小 这个里头没有发布施 没有聪明智慧 也没有健康长寿 所以你细细去思维 你就观察 会修的 财布施里头 有法有无畏 不会施的时候 那就范围比较小一点 有求 比 有求呢 你得的果报不大 无求得的更大 你只去做好事 不要有任何目的 那个果报不可思议 如果自己有目的 你目的会达到 反而小 不是很殊胜 这些一定要常常读经 常常听经 你就会明了 那么我们今年 是大年出席了 我们在一起 解答这些问题 都是属于 财布施 法布施 我们在一块学习 用体力 用精神 这是内财布施 你们到这边来 也是内财布施 为什么呢 影响大家 使大众都生欢喜心 这就是我们的 共同的内财布施 我们文法很欢喜 我们明白了 我们能够一较奉行 应用在自己生活当中 你就得到了 殊胜功德利益 就得到了 那你肯这样做 你会影响其家人 你会影响邻居 亲戚朋友 所以今天 国家提倡和谐社会 在香港都是住着大楼公寓 平常隔壁的时候都不往来 不行啊 我们要带头啊 和谐从我家做起 从我这个社区做起 我每一家学生们就八百年了 去认识认识 在从前要听书 那过去过年都就赌博吧 哎呀送书给我呢 不几例呀 怎么你要我书 所以看看 是不是有这种风俗 我们也不要违背这些风俗 珍着勤行的时候 送他一点东西 甚至于邻居可以送点礼物 书他不要吗 送光碟也许可以吧 光碟不是书啊 对不对 送光碟也很好 是吧 再送一点点心 买一点小点心的时候 这个邻居上下的时候 都送书 都借个善缘 这个好事情 我们对他好 他们也会对我们好 不可以互相不往来 这就是果报不可思议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这个也正好 对我去打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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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